开车之所以会腰疼 是因为身体重量分配不均匀 这腰承受过多压力了 合理的调一调就好很多 视频分享给你看 人坐在座椅上 那最主要的几个支撑点 大腿 臀部 腰椎 肩胛骨 肩膀和头部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让座椅支撑住这些部位 让这个身体的重量合理分配 达到减负的目的 那上车入座之后呢 那屁股尽量往后移 直到贴近座椅的这个靠背 然后再开始前后调整座椅 那把油门和刹车踩到底之后呢 腿不会伸得太直 这膝关节处啊 还是有一点点轻度的弯曲就差不多了 因为如果脚要伸得很直 才能踩到踏板 情况一紧急 有可能就没办法踩得好 那么如果太近膝关节弯曲的 太多踩踏板的时候呢 过多的用到了腰部的肌肉 会导致腰部肌肉酸痛 你城市里面一脚脚走对吧 那接着就是调座椅高低 一般的调到臀部和膝盖弯曲的位置 大致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是可以了 就是不要倒下去做 平在那边做 那如果膝弯位置比臀部高太多 你这个人体重心不就往后靠了吗 要不要压力会增加了 那调好高低之后 就是调靠背角度了 作为靠背角度呢 90到100之间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调到这个角度呢 我们这个肩膀和肩胛骨 能自然的和这个椅背接触 背部的重量 也可以得到比较均匀的支撑 如果你这个椅背过于直 这个重量全都压在腰上了 肩膀上就是没受力 如果太靠后嘛 这个背部的上半部分悬空了 你就凌空坐在那边了 得不到支撑 那等于说没靠 那接着就是调整头整 那调整头整 要保证这个后脑勺 能够整在头整中间的位置就行了 这样呢 不光能够整住这个头部分担重量 还能避免椎尾事故中扭伤这个脖子 那这样就算是调好了 不过需要提醒一下 人体的腰椎在这里会有一个自然的弯曲 这个小小的弯曲呢 是会让人在落座之后 腰与靠背之间无法完全接触 得不到支撑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腰靠 来减轻腰部负担 顺便说一下 腰靠我家有卖 如果你车比较高级 这个腰部可以自己调的话 那也更好 那如果实在是没有腰靠 也没有这种腰部的调节 长时间看又觉得腰痠背腾 弄个毛毯 衣服卷一下 临时充当一下 也是可以应一级 你觉得我今天视频做得不错呢 大力点赞支持一下 点的越多 权重推荐就特别好 看的人多了吗 我爽了吗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给你对吧 记得转发 不要忘记点屏幕中间的按钮 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每天都能收到一条汽车知识 或者小趣闻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